第22条军规 不仅有歌,还有小说 甚至呢,在英语词典里有专属的词条 出于好奇,我就去读了这本小说 它说的是一个关于战争的故事 在军队里,人们常常会提到第22条军规 可是实际上军规只有21条 第22条军规是根本不存在的 就是这条根本不存在的军规 却影响了所有人的生活 也有很多人为它献出了生命 接下来我将为大家朗读 第22条军规作者的献词部分 献词 献给著作代理人 坎迪德·多纳迪奥 与编辑罗伯特·戈特利布 我的同人 世上只有一个圈奥 那便是第22条军规 皮亚诺萨岛在地中海 位于鄂尔巴岛 以兰八英里 它非常小 显然无法展现书中描述的所有情节 如同这本小说的背景 书中的人物也是杜撰的 好了 听完这套献词 你是不是想知道 第22条军规到底是什么呢 那就放开书本和我一起寻找吧 节目的最后呢 让我们一起欣赏一下 Catch22这首歌 我是孙一航 下期见 Catch22